平靖隆二先生σienne MD 平靖隆二先生 Paulo M. 可以繼續嘗試的 是怎麼樣未來的事業 我今天就會有有一些跟大家分享 我可能跟前幾個講的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沒有 我不是在談理論 我直接就是用我所經歷的美術館生涯裡面 關於展覽規劃 我所看到的美術館的實物 然後的這一方面來直接談美術館所面臨的挑戰 還有當然也扣合到我在整個演講的第二部分 其實會講到的直接就是我在國立台灣美術館 所擔任的亞洲藝術 當代藝術的雙年展的一個策劃 從策劃的工作、展覽規劃跟藝術家合作的模式 我重新再回過頭來重新交叉的告訴大家 我第一個階段跟大家分享的 我所看到的其他亞洲美術館的整個實現的模式 整個交叉比對來看說 我們現在的美術館可以做到哪一些 然後來做一些分享 所以在整個有很多實力或者是安逸的分享 也會有圖片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首先其實這幾年 其實因為要做策劃亞洲藝術雙年展的工作 所以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在亞洲地區 東南亞地區 然後有做一些考察 然後也有做一些交流觀摩 所以其實也看到了非常多我們鄰近的地區或國家 關於美術館他們是怎麼樣經營的模式 他們的策劃的觀點 然後他們的整個狀態 所以我首先會來談的是美術館 就是美術館的現象 在這一兩年來 他們所大量討論的議題究竟是哪一些 那這些議題其實也跟區域間 因為經濟發展 大家對於亞洲當代藝術的關注 漸變的促使了 就是整個市場或者是整個藝術環境的活絡 導致了越來越多亞洲地區開始紛紛成立新興的美術館 所以在過去一兩年間 其實包括中國甚至有號稱他們在這近一兩三年之間 甚至各地成立了超過可能有200多所的美術館 大家很難想像 可是這是一個證實的數據 那當然也包括了 我會跟大家分享 最近剛剛在韓國首爾開的 在韓國現代的美術館首爾分館 然後還有即將在2017年即將在香港 一個非常大型的C9視覺文化藝術館 甚至在之後新加坡的國家藝廊等等 那這些都表示在亞洲地區 他們對於美術館新的視野 新的期待或甚至是大家藝術的一個發展 然後跟藝術家要怎麼拿參與 甚至回過頭來亞洲的美術館怎麼看待自己亞洲藝術 近幾年來的脈絡 他們怎麼用美術館的形式再重新的思考 收藏展示及研究 其實從2000年以來 21世紀的亞洲藝術的發展 其實隨著經濟發展的崛起 其實當然首先看到的就是在經濟方面的效應 那這個經濟方面的市場效應 直接帶動的就是亞洲當代藝術的市場 所以在這2000年之後 可以從很多的國際界的市場 然後藝術的討論 甚至是雜誌 你都可以看到專題在介紹 不論是中國的當代藝術 或者是日韓的當代藝術 甚至是後來近幾年大量的討論的 東南亞的當代藝術 都證明了就是亞洲的這個區域的文化的實力 已經被關注 或者是它未來發展的趨向 它是一個主要的面貌 它的文化的研究 跟藝術的發展的 就是比較深切的議題 開始大量的被討論 那再來就是說開始出現了非常多的 不管是官方機制的美術館或私人的美術館 那剛剛提到的一個數值 就是中國地區在這一兩年間 近三百多種的美術館 其實也包含了非常多的私人美術館 所以在這一些交雜的美術館 不同的資金的來源 不同的成立的狀態 其實也開始反過重新再思考 那美術館要扮演什麼的角色 它的功能跟它的機制 已經不再是過去幾年間 我們直接Copy歐美美術館的傳統的架構 而是它有更多必須要符合 現代發展的一個挑戰 那它的功能性 待會也會跟大家來分享 那第三個也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這其中也包括了所有的都市發展 文化的建設 還有整個都市的規劃 怎麼樣來形塑一個美術館的文化形象 還有它整個的一個背後的一個城市發展 然後這個也包括了 其實中間在討論的 也有包括有些藝術家 甚至正直接針對了都市發展的 或文化都市規劃這個議題 來直接做它的創作的主軸 那這個也牽扯到非常多的 就是當社會的資本結構 然後一個政府對於整個城市都市的開發的規劃 生活形態的整合 以及對它的反思 那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美術館的建設廠 它越來越多的就是私人廠商家投資興建美術館 因為他們有越來越多的 從市場帶來的效益 有非常多有田的人來做美術館的收藏 然後為他們的收藏建立的美術館 或者是地方政府為了形塑他們的文化的都市的形象 然後也有地方政府來投入來興建美術館 或者是因為房地產的發展 然後做都市的規劃 所以這一個美術館的環境又跟城市開發 然後資本的企業結構 這樣形態的美術館 或者是有太多太多是標榜 世界庭跟建築名師合作的美術館造型 用這樣的造型來獲得矚目 那首先我有挑了幾個圖來跟大家解釋 現在近幾年的中國看到的美術館的時代 這個也是在預計即將要開放的 就是北京中國美術館 也是他們也採取了一個跟國外的一個著名的建築師 重新再打造一個新的一個 就是從美術館的建築 然後跟他整個都市環境 怎麼樣去引人注目 從美術館的印象開始著手 那有非常多在中國地區的美術館 他開始在思考美術館的時候 其實是可視性的文化形象 或者是都市的一個形象的塑造 會大過於整個在裡面的機制的一個檢討 或者是機制功能性的一個討論 那這個也是之前朋友們常常報道的 就是有一個私人的唐家 要在一個城市的某一個湖上 做一個湖上的美術館 然後也是請了建築師來做了一個 非常特殊的造型 然後上海的喜馬拉雅美術館已經開幕 他是跟整個酒店 然後大樓結合的一個美術館 然後甚至有非常 就是結合當地風土民情 比如說這是在蒙古 要遇及興建的一個美術館 所以他就是有點像蒙古包還是什麼 然後之類的山東的大統等等 其實有越來越多的美術館都在這近一兩年間 不管他們是跟國內的著名建築師或國外的著名建築師合作 都顯示出他們對於美術館的一個 印底的一個想的期望的方式 是朝向一個奇觀式的 他跟中國當代藝術整個的發展 也有一個相呼應的地方 也就是他們在視覺的奇觀性上覺得不俗人 好那接下來就介紹到其他就是 比如說在台中 在今年應該才剛開館的亞洲現代美術館 找的安恆忠雄來做設計 然後剛剛提到的韓國的現代美術館 那韓國的現代美術館 其實也是個國家級的美術館機構 那他很有趣的是 他原先的機構是在比較偏遠的 就是離首爾是比較遠的一個山區裡面 然後跟好像遊樂區結合在一起 所以每一次人家去都要花 就是大概半小時的車程 然後到了一個地鐵站 然後再轉搭公車上山 然後才到了亞康的地方 所以其實接下來我會談到說 現在二十一世紀美術館 當他要新進一個新的美術館的時候 其實他考量的是很多的時候 他是發生在城市裡面 他跟都市的整個型態是互相結合的 因為這樣子才能更 就是他的美術館的參觀族群或互動族群 怎麼跟這個都市景觀做配合 其實也是二十一世紀在新興的美術館需要考量 或者很多都是以這個為來做主要考量的 那所以他們其實之後 之前就是改於說他們跟就是藝術 就是國內的藝術家 或者是藝術社群的互動 因為地理環境的原因太遠了 所以後來他們就找了一個新的場地 那這個場地其實非常便利 就在首爾非常著名的畫廊區 那他隔壁一走出來 其實就是整條街上就是有不同的經營 不同國際的或者是韓國燈地的 藝術的一個著名的一些畫廊 所以他把它規劃在這裡 證明是有一個整體的藝術區域的概念 那其實有很多都會開始朝著這樣發展 也就是說美術館的地理位置 跟他跟社群間的互動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焦點 當他要新興規劃一個館 他不是只是一個獨立的機制 一個建議這樣的一個概念 而是他更關注的是跟其他 不管是空間上地理上的關係 跟人跟社群之間的互動關係 那這個也是影響到說 我之後要討論的就是亞洲的當代藝術的藝術實踐 更注重的不是個人的或者是獨立的 而是更注重關係 跟周遭之間不管是空間 作品物件社群 還有就是其他的人 這個關係性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從美術館興建他的一個選擇 也是看出這樣的一個趨勢 那這是他們開館展 就是非常著名的他們國內的當代 手續一直的當代藝術家徐道貨 為他們的新館特地委託製作了一個 大型的新的一個中製作品 然後人只可以走進去 那他進去以後 他裡面還有一個小房子 是吊起來的一寒屋 所以這也是韓國當局代表性的一個藝術家 那當然也包括說在中國有很多就是 除了在城市裡面會新建新用就是舊的一個機構 來做一個新的美術館 那不只是重新就是知道一個新的 還會利用一些舊的 也就是我們常講替代空間 或者是廢棄的空間的再利用 也慢慢開始在他們就是中國大陸也開始在 以這樣的方向在發展 那這個是之前在那個 上一次的上海雙眼展的時候 就剛好用了這樣的場地 那這個就是一個舊的發電廠的廠方 然後他就是做了一個新的 重新規劃了一個新的上海當代博物館 然後這是上次的雙眼展在那一個博物館裡面的 一個也是大使的一個裝置作品 那新加坡也是在2017年 他同樣的本來他其實就有一個新加坡的美術館 那為了更擴張說待會我也會介紹到說 新加坡怎麼樣重新在他的地理位置上 重新再定義他的美術館的收藏 也就是他把眼光不是放在新加坡的藝術歷史 而是他把自己位置在東南亞的這樣的一個脈絡裡 擴大去發展 然後甚至新的美術館就以這樣的一個方向去做 東南亞現當代藝術的收藏 而且他們並號稱說 他們要用這樣的新美術館所收藏的 東南亞現當代藝術的質量 就是他的品質跟數量都必須在區域間內 達到一定的就是大家可以矚目的一個水準 所以他有其實把自己做了一個文化定位的一個目標 非常明顯的 就在於他們在新建美術館的這樣的一個目標上面 那甚至也預示了他們未來的收藏方向 他們的展示的 或者是文化詮釋的位置在哪裡 那他們都目標非常的清楚 那這個館也還在新建當中 那他也是很有趣用的一個舊的美術館 然後再去嫁接一個新的一個 就是請了建築師再做了一個舊翻新 就是舊結合新的一個提案 然後再策劃他們新的一個館場 館場的一個空間跟歌藝跟民眾 或者是來訪的美術館的觀眾 做互動的一個空間 所以新的美術館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可以去更整合性的去思考他的地理位置 還有他的未來的目標 甚至跟觀眾之間他到時候怎麼樣利用空間的一個規劃 來跟民眾或社群或他的藝術活動發生更好的一個空間的關係 讓他都可以在空間的形式上重新再去建構跟思考 這是新興美術館的一個優點 再來就是香港的C9視覺文化博物館 叫M plus 那待會我也會介紹很多有關他的活動 也就是他現在其實還沒有開館 可是很有趣的是他還沒有開館 已經有很多活動了 那這就是比較在我們傳統的美術館的思考 就是美術館我一定先有一個空間 也是有一個空間 然後我在你這個空間裡面去發展活動 可是這個C9視覺文化博物館 他很有趣的是他以移動式的機構來討論他們的美術館的定位 而且他們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思維 就是說美術館是藝術發生的地方 那藝術發生的地方不一定是先決條件 就是已經有那個空間 藝術一定要進到那個空間才發生才叫藝術 所以他們在還沒有建館的時候 做了很多移動式的一個project 是創作的實驗 然後或者是跟民眾的互動 或者是當然也有包括藝術的 藝術的創作還有講座 那他是一個移動式的 也就是說他覺得我 我在活動組織發生的地方 他其實那個概念就是那個空間就是一個 美術館非常核心 為什麼美術館要怎麼樣去討論藝術 他就是在藝術發生的地方 拒絕起一個社群 大家共同來對這樣的藝術思維 有一個考慮有一個啟發 那一個活動而發生的價值的精神 其實就是美術館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新的一個概念在操作 也就是說當他還有空間發生之後 他已經一直在活動了 那待會我更細的來介紹這樣的一個概念之下的美術館 那這是他們就是之後要建成的那個提案 那他們也是找了所有知名的 國際級的那個藝術的建築師來做金標 然後最後是這樣的一個提案成型 那他預計在2017年即將要做開館 那這一兩年看下來 其實21世紀有越來越 就像你剛剛說的越來越多亞洲新的美術館 那他們代表了什麼樣的一個趨勢 我們是必須知道也就是說 這也表示了美術館裡面發生的藝術的活動 或我們怎麼重新去看待美術館裡面展覽 或者關於美術館這個概念的 怎麼樣要重新思考 因為當我們在這些趨勢的分析之下 我們知道我們未來即將要面臨的視野 分挑戰是什麼 那我有三點分享 第一個就是美術館其實或者是藝術創作 也越來越關心的是城市的發展 也就是社會性的這個部分 然後當然美術館它最重要的是在這樣的一個 這麼強烈的一個競爭下 也就是說在同一個區域間 有數百個或者數千個美術館在跟你競爭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突圍 所以美術館其實當它作為一個美術館 它未來要考慮的定位 不管它在組織展覽或者是在規劃活動 它必須要想像的是一個 它有沒有文化的敘事的語言 這個語言是不是獨特於跟其他有所不同的 那當然也包括它整個所代表的一個文化形象 然後還有包括很重要的就是我們也一直覺得說 在這樣的發展之下不可不避免的就是美術館也必須行銷 它必須要有行銷的策略 那當然它跟商業行銷可能不一樣 或可能必須接用商業行銷的策略 但是用的是藝術的語言 那它要怎麼樣來操作 待會兒也有一些暗逸的分享 那第二一定要面對的挑戰就是多元文化的價值分享 跟跨越性的合作 也就是當亞洲變成一個非常小的 就是從旅行或者是跨界的合作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我們所有在亞洲地區的美術館都不能只考慮 我們的美術館要做什麼事情 而是整個亞洲我們怎麼樣去凸顯我們自己 或我們怎麼樣跟人家來做一個跨社群的一個合作 那因為同樣也反映到了我們整個亞洲地區的社會現象 甚至包括台灣 也就是說多元文化已經是一個 不是趨勢而是事實 那我們怎麼樣在藝術的創作的思維 當美術館的教育或者是展示的機制 怎麼樣去來看多元文化的這件事 所以美術館的機構必須要面臨的挑戰 不管是展覽的組織 合作 講座 或者是教育面向等等 他其實是面對的是多元文化的一個合作的對象 或者多元文化的觀眾 甚至是多元價值的一個社會 那當然也包括台灣 那必須開始要看重這件事 就是說 比如說我所在的台灣國立法院美術館 那我們過去都會覺得國家級的美術館 它首要的焦點就是關注台灣地區的藝術發展 並且對它做研究跟展示 那事實上在21世紀 我覺得它已經必須要突破了 也就是我不能再只關注我們自己 或者是說台灣的設定結構 大家有沒有去看一下 是不是已經發生改變了 那我們要重新怎麼樣定義台灣的藝術或台灣的文化定位了 可能有越來越多的陰營 新移民 那新移民的 其實它已經也是一個現實 也就是有越來越多新著名的 下一代的青年世代正在成長 所以我們本身面對的已經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價值分享 那美術館要怎麼回應這件事 那第三就是說合作的對象或者是我們面臨的社會 我們的展覽的機制的操作 我們不再是固態的也不再是靜態的 而是一個我們面對的是移動式的族群 然後包括藝術家包括策展人 包括研究的學者包括我們的觀眾 然後還有就是說在移動式的一個思維之下 我們面臨到就是現有的機構體制的挑戰 也就是我們怎樣突破現有的框架 突破美術館原先傳統概念的邊界向外擴展 那這就是21世紀美術館的一個 慢慢你會看到的一個趨勢 那也這些趨勢也代表著我們必須面對新的挑戰 那剛剛有講到第一點的 就是說城市的發展 然後跟整個生活空間跟生活模式的整合 那也包括說美術館必須要回應的就是 他所在的這一個地方的空間的關注 包括人觀眾的生活的模式 所以他的價值塑造或者教育功能 其實回應到說他所在的這一個空間 他怎麼樣去做社群的互動 怎麼樣去觀察他的族群 或怎麼樣創造藝術多重性的一個價值 來擴大來觀賞族群 所以待會要刻意在這一點跟大家分享的是 日本的深美術館的操作 那其實這個也討論到幾個就是關鍵詞 比如說就是城市跟生活啊 然後甚至是都市的都會化的發展 然後還有就是城市景觀 那還有包括生活的價值 或者是生活的lifestyle就是生活的模式 那這個怎麼樣從藝術的 或者從美術館的活動來做行碩 然後多元文化的價值的分享 跨域性的合作 那剛剛有提到的就是說 其實已經越來越多是亞洲是一個小地方 也就是說區域間頻繁的往來 也就是包括跨域性的合作 所以越來越多比如說像去年的 前一年的光州美術館 他所強調的就是他不是韓國的策展 或他也不是在請一個西方的權威的 或者是很有名的單一策展人 來做他的雙眼展策劃 而是他找了亞洲地區 中國、韓國、日本、東南亞、印尼等等的策展人 來共同策劃 也就是說 然後再來就是去年的新加坡創演展一樣 他找了應該有26位 東南亞的藝術工作者跟策劃人 一起策劃新加坡創演展 所以表示說整個區域裡面已經是一個小的社群 然後社群非常密之的藝術的網絡 那這樣的網絡正在行塑我們的藝術的活動的發展 所以說多元文化就是包括說我們怎麼樣去跟另外一個族群 或另外一個國家的人非常密切地在同樣的一個展覽 或同樣的空間來做工作 價值怎麼分享 然後怎麼去做合作 然後再來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過去常常看到的大型國際美術館 就是說比如說 比如說 塞上或什麼印象派 我們就是把它整包打包 然後送到美術館的展覽 然後或者是古根漢 也是整包打包 那所以當然有很多就是 當然它打開了我們對於國際藝術的這個視野 可是它整包打包的方式 其實已經是一個傳統的 就是它是用植入的方式 就是你沒有選擇 一樣就是全買 然後全部接受 然後把它弄過來 那現在我剛剛講的 跨界的合作 也就是說 從合作端的組織思維開始合作 而不再是我整包 我給你這個你就是接受 你就是買下這整包的套裝 而是有更多的是 我們邀請其他的人 來共同組織策劃一個活動 一個展覽 那這樣的形態 正在二十一世紀也慢慢的形成 所以我才說 這一個轉向 也就是從植入到轉譯到戶穩 所謂的轉譯就是說 Transformation 你怎麼樣 當你遇到一個其他的 不同文化價值觀的 要互相做合作的時候 當然有很多的溝通 但是也有非常多的衝突 那當我們邀請到他來 我們這個空間 然後跟他合作要展出的時候 當然也包括 文化價值的語言 我們怎麼樣去視線的傳達 那這個轉譯的過程 還有我們怎麼樣互相溝通 互相去組織一個 大家分享出來理解的一個語言 那所以在地性的經驗跟價值 怎麼跟其他文化才能交流 就是交換 交換也很重要 就是一個價值的一個分享 分享以後能互相的學習 那多元關聯的文化的文本 也在這一個形態裡面 會慢慢的 我們必須要慢慢的學習 慢慢的走向這一邊 那移動式的族群 那當然也包括剛剛講的 我們要突破的是 挑戰我們傳統 美術館概念的經營策略 空間形式展示方式 甚至還包括資源跟預算 拒絕的運用 那剛剛第一點講到的討論趨勢就是說 城市的發展 文化形象 還有行銷策略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就這幾年我看了 做得非常好 當然也包括日本人真的非常會行銷 但是我覺得 並不是他會行銷 然後我就馬上會幻想到說 他因為走很好文化創意 不是他也有非常好的藝術的活動 藝術性的活動 他並不是一個產業化 來做他的一個藝術行銷 或文化行銷 那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而且很有聲譽的是日本的神美術館 那當然他 首先他的建構 他是在一個六本木大樓裡面的某一層 然後他就是在那一層裡面 那他六本木的整個環境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商業區 然後也是一個非常時尚的一個地方 然後有很多業店 所以我現在就來想說 他所面對到的他的六本木的環境 是商業的環境是這樣 他所在的空間是這樣 那他怎麼樣來操作深美書館 來跟這一點結合呢 我覺得他做得非常好的 第一點他就是利用了他 他在那個大樓的某一層 他的上一層就是一個觀景台 然後他們就是非常有計畫的就是說 他用套票的情誌 也就是說怎麼樣擴大他的觀眾群 也就是說未必有人是來看的書館 可是一定會有人 比如說到東京旅遊 一定有必去景點 那比如說像巴黎鐵塔 大家可能講去巴黎 你不只要到巴黎塔 你要到觀景台 所以有很多的大型城市觀景 就是說你可以登 比如說像我們的101 就是說你到那裡一定要去 它是一個文化觀光的景點 那他把這個文化觀光的景點 跟他的藝術行銷結合 他在他的上一層 然後在一入口 你會先看到的是這一個的售票口 然後他就直接套票買的 也就是你本來要去觀景台 可是你拿到了票 票上面就有美術館的展覽資訊 因為你也可以用這個票去美術館參觀展覽 所以他就是可以間接促進一群人 就是他也去看了美術館的展覽 然後再到上一層去觀賞這個城市的景觀 然後他就是佔非常多的旅遊 你去東京一定要去哪 然後最後越來越多的 就是旅遊的家的建議 就是你可以到深美術館 那當然也包括我下一步要講 他其實也有非常多 他的經營的策略 就是藝術活動的規劃的策略 也會跟這個相關 也就是說他可能規劃 或者是他的藝術的取向的主題 是比較活潑的 或者是說直接就是比較聚焦在日本的 非常最新潮流 就是他會直接變化非常非常新 非常潮的七年的當代藝術 那這也包括他不只在展覽的規劃上 讓你覺得沐浴心 或者是說七年的族群去 就會覺得哇好棒的一個展覽 然後覺得很受藝術的興趣 還包括他們在整個文圈的規劃上 可能就很年輕化 讓你覺得哇去到那邊 真是一個時尚的一個行程 那當然也包括剛剛結合了 剛剛他說的深 就是六本木這邊 非常著名的就是業生活 所以呢他們還就是美術館 還跟就是整個六本木這邊的一些企業 或者是整個做了一個就是在某一個時間 他直接就叫六本木藝術之業 那個特別的一個藝術之業 他就除了請藝術家做一個公共空間的裝置 或者是去表演的團體 那他們表演團體也就有很多種 或者是新維的藝術家 然後就炒熱了這一天非常特別的六本木之夜 而且他的活動就是整夜了 所以呢就這一個活動已經辦了幾年了 然後就是吸引非常多的人 大家都非常期待就是下一次的六本木之夜 也是什麼時候 然後那其實就是回過頭來就是整個 回應到他整個美術館操作的一個特徵 那再來就是他很聰明的怎麼去行銷 也就是他讓藝術的品位直接等同於什麼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 他整個在行銷的策略上 或他提供的藝術的活動的內容 他的文宣的操作 他是以就是我把它做 因為每次看我都會覺得他的觀眾群也好 或他的設計或他藝術呈現的 又讓你一種氛圍就是young and ching 就是非常的年輕化 然後非常的時尚 然後你去了 你不只是享受這樣的氛圍 而是你看到的藝術的 藝術的一個活動的那個興奮感 刺激感的東西 他就整個組構起來 那所以當然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 就是他是推廣日本的當代 而且是最新的藝術潮流 來作為他們深美術館的一個定位 所以你看他的海報設計 那包括他一直強調的就是 未來 未來性的這件事 那再者他另外一個面向就是強調 他們的亞洲視野 就是深美術館的國際目標 就是他每一年都非常有計畫的 做一個區域裡面 研究案的當代藝術 那這個是2008年他們在做的一個 以印度新興藝術 當代藝術為一個規劃的展覽 那這是他們的海報 那很有趣 他們的網站也做得很有趣 你點進去看那個車子都動 然後再來還有之前他們 2012年做的就是 阿拉伯的當代藝術 然後剛剛講到說 他其實除了他整個環境 就是他們刻意來做這個 整個活動的一個規劃 跟城市發展 城市的定位 他所面臨到空間環境很有關係 包括他們也做了一個展覽 討論城市生活或是建築 然後是做那個 這個展覽 也來到台灣 之前有來台灣有展覽過 然後他們也是標榜在戰後的時候 有一些前衛的日本 當代的建築師 怎麼樣去思考就是戰後 我們對於未來城市的想像 那那個想像 就是說從建築空間 怎麼樣去刺激我們未來的生活 會是怎麼樣 他把他的想像 都放在他們的建築的設計 跟建築的想法裡面 所以這個展覽 其實也非常的成功 那他所整個展現出來 觀眾可以去看到的就是 日本在當時有一個 對於未來的一個想像 他甚至可以對照他們 現在的一個城市發展 跟他們藝術的一些思維 那再來就是中國的外韓美術館 其實也是類似的一個模式 他其實看中的地點 就是上海最重點就是外灘文化 不管從歷史上 或現在的商業的一個 最有名的一個文化特徵 就是外灘文化 那他強調的就是中西的一個交界 最剛開始西化或洋化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中西文化的一個交界 那這樣的一個區域 後來他其實就是開始做 整個外灘商業區的一個 都市的一個規劃 那當然就是地產的 房地產商在做這樣的一個規劃 那其實這個外灘美術館 其實就是在這一整區裡面的 某一棟舊的建築物 文匯大樓 裡面重新再做新的一個 就是像當代館一樣 就是活化古蹟 再重新變成一個當代藝術館 那所以他其實也呼應到就是說 他有開展前的幾個內容 都是跟上海的近千代的都市發展有關 比如說他首展就是蔡國強的農民達芬奇 他在講的就是上海 或者是說中國當代的城市 其實有很多新的就是農民或者是外來移工進入 然後大家在就是在建築工程上 直接投入到這個城市文化中 可是他們卻是在上海是沒有住的地方 也沒有一個歸屬感 那他其實這個展其實講的不是這件事 可是他的背景卻是這樣 那他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他在裡面 展的全部都是農民的一些 就是自己坐的飛機啊等等的 有一些展示的一些概念 所以他叫農民達芬奇 達芬奇就是我們講的達文西 那我們對於就是藝術發明 或藝術創作的這件事 我們不會想像到跟農民有關係 可是他會把這兩個元素卻結合在一起 然後不知如何降下很有趣就是在 有點在暗示整個在他所在的這一個城市發展裡面 越來越急速快速的往上就是往上發展 包括建築物或包括說高度文明 就是往現代文明發展 然後他是一個加速度的速度 那就他就像有很多的一些就是飛機 或者是他其實已經往上發展 但他已經不知道如何落地如何落實了 那當然也回應到剛剛我們要談到的就是 就是亞洲當代藝術裡面關於城市化發展 關於人對於城市的歸屬感等等的議題 好然後再來我要延伸到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幾個 我覺得之前參訪過或者是 我覺得他們在自己的美術館的經營展示策略上 而且非常清楚的知道他們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個文化定位 要怎麼樣做一個讓亞洲地區可以辨識的一個美術館 那個專業的形象怎麼去建立的這件事 也就是我覺得identity很重要 identity就是它的識別度、它的身分 那我覺得在現在的美術館裡面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的展覽也好 我們對於美術館的想法 它的定位其實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在幾千百的美術館裡面 我們怎麼突顯自己 我們要說什麼樣的話 那個識別度是什麼 那是可以好好來思考 那美術館怎麼樣突顯出來 它的功能是什麼 新加坡的美術館1996年開始 那它其實2006年才開始做新加坡雙眼展 那它的很有趣就是它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辨識它的就是它其實有非常重要 在區域間最重要的就是它非常大量的東南亞縣 當代藝術的收藏 那現在還繼續在收藏 那我覺得新加坡是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我在觀察它就是說 很多人都在講台灣這麼小 我們怎麼樣去讓人家看到我們自己 我也覺得新加坡這麼小 那它比我們更小 那它是怎麼做的 在文化上怎麼去操作 我覺得新加坡美術館的操作讓我很感興趣 那它就是其實它以小做大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只關注我們自己所在的位置 從地理、從人口、從各個條件 那它的確就是我們現在看得到的價值 就是這麼的小 或者是它的量體本來就是沒辦法大 那個尺度其實從來沒有人想過 尺度我們也可以自己去調整 那那個調整就是我們必須去跟人家發生關係 那事實上沒有一個人是孤島 在現代的社會 尤其我剛剛有提到 這是一個多元文化的一個整體的一個 的社會的形態 那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怎麼樣找到跟別人的關係 這個關係是有歷史脈絡 是有文化脈絡 那從這些脈絡裡面 可以去發展過我們未來的脈絡 那所以關係性非常的重要 那新加坡我覺得 它就是找到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係性 但是這個關係性並不是毫無評估的 它必須要知道自己的優勢、劣勢在哪裡 然後當然新加坡非常重要就是它的歷史 或者是它的整個人口結構、整個淵源 其實跟東南亞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但它的優點是什麼 它其實一個相對來說政治穩定 或者是政府力量或資源的力量是比較完整的 相較於可能印尼或者是馬來西亞等等 甚至是這些國家你可能到現在要去 比如說印尼上次有時候去考察 就是要找到去他們美術館參訪 然後會發現他們美術館 其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個美術館 它可能直接空著場地 沒人在經營 因為政府對它還沒有想法 或者是它也不知道要怎麼收藏 它的自己國家的藝術品 所以它的資源或者它的美術館的成熟度 可能相較新加坡 它是比較難以掌握的 或者它資源也比較不多 它不知道怎麼去應用它的資源 或者是政府還沒有這樣的一個前瞻性 去做這樣的事 新加坡其實也觀賞到它周圍的這樣的一個 它就是讓自己變成一個資源分享地 請藝術家請廁宅人來他的這個地方來做展覽 或者是我去收藏你的藝術 然後我去幫你做 也不能說幫你做研究 就是做東南亞的一個研究 當它做起來累積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為自己累積了一個優勢 也就是大家如果要討論或者是研究 東南亞的一個研究 它就必須到新加坡去 那這樣就會慢慢的 它這樣的一個步驟就會累積它自己的一個文化優勢 那當然不是毫無目的去收 因為它的確自己本身的淵源 也跟這些國家有一個一定的歷史脈絡 那它有一個展覽我非常喜歡 所以它一個策劃展都朝這樣的一個目標前進 它的名稱叫做 negotiating home history and nation 然後再觀察東南亞藝術 90年代到20世紀的 也就是這個議題會一直發生 就是說 這一個大量有大量移動的東南人口移動 或者族群移動的東南亞地區 其實是它現在面致到的一個狀態 那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它當然這個狀態可能是因為經濟政治 或者很多的環境所造成的 它當然就是在亞洲地區 它非常注意就是要很多外移人口到其他國家去做 勞力階層或者是勞勇的一個工作 所以人口大量的移動的 是他們這整個區域的一個現代的一個特色 就是現在剛在發展的一個社會的特徵 所以它就發現了他們的藝術的 整個都在處理的 就是說它怎麼要去跟所謂家的這個概念的歸屬感 重新不斷的就是你就是他者跟我之間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國外跟本土 或者是我跟其他人 這個其他的文化的溝通的衝突 這些的協調 或是我的歷史的發生的一個脈絡 就是說可能跟殖民文化 跟現在的當地的衝突的一個不同派別 不同族群 不同宗教信仰 甚至國文靈國之間的衝突 甚至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華人 就是台華的衝突 其實也跟他們國內 這整個族群的文化結構 或者是一直以來的衝突也有很大的關係 那這就是多元文化 勢必會面臨的一個衝突 跟協調的一個處境 那他就用這樣的一個題目 我覺得非常好的題目 來做了這個展覽 來介紹他們當代的藝術 那其中就是有幾個就是 他們的馬來西亞藝術家 或者是上次也有在雙年 我的雙年展展 雙年展展過的是 泰國的藝術南拉蒂 然後他當然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就是紳士那種西式的禮貌 跟那個拖鞋 他其實在繪畫中其實也 產生了很多剛剛所談到的 就是怎麼去跟多元文化 或跟他的殖民文化 他的殖民歷史 來做一個協調 那這一個殖民歷史其實 並不再是別人 而是他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那我覺得他的新加坡整個在討論 那個殖民問題或者是文化問題 其實台灣有很多處境或很多的 其實是可以跟他們有所 一個互相的交流 跟來做一個議題性的一個發展 那這個也是 這一個展覽裡面 可以看到的一些藝術的型態 那這個就很有趣 他就是用一個好像是 那種西方式的那種 監討師的建築跟一個三輪車的 一個車子 把它共構 就是構築在一起的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作品 然後這個是黃海昌 馬來西亞的一個藝術家 然後他這個很有趣的東西 他這個系列是馬來西亞 叫做馬來西亞女庸 這個一整個系列 然後這個是耶穌瑋的攝影 他就是把這個女庸的角色 不能說多元化 他就是有時候就是可以想來讀書 有時候是超人 然後有時候還可以恐怖分子襲擊你家的時候 他還可以挺身而出幫你對抗 他就故意用幽默的方式去 就是說萬能的外憂 這一個東西 其實他是要P-Pack跟思考 只是他用很幽默 揮解的方式來處理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作品 然後我覺得新加坡 回到樓台再來談新加坡的文化 那這個也是我上次展過的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鄭偉林的 有一點像文化誌的一個考察 或者是說持續性在做的一個研究 也就是說他不停的在拍攝 這一些他的家人 或者是他家人的朋友 或他的親戚 你家家裡的狀況 也就是他們住的地方的一個親戚 然後這個他要討論的是一個觀念性 因為他本身身為一個新加坡人 他覺得比較自在的語言 他其實他媽媽是馬來西亞裔的 移民到就是新加坡 然後他自己本身到國外求學 所以他聽得懂華語 然後但是他更自在的語言是英語 就是跟英語跟人家溝通 其實他本身的角色 就代表新加坡的整個文化的狀態 所以他覺得很有趣的就是說 如果我要 我的作品對於這個是感興趣的 那我要從我自己開始研究 或開始考察期 所以他從自己 然後他媽媽 然後二叔父 結果他一連串再長時間的拍攝下來 他發現 雖然是同一個家族 因為都是有學員關係 可是大家呈現的文化的心態 太不一樣了 大家的生活方式 大家的思維太不一樣了 那他這整個一組 他是整個一個系列的攝影作品 那這個作品也非常有趣 我們在這次展覽中 國立法美術館也收藏了 因為覺得非常有趣的一個 討論新加坡 討論東南亞歷書 非常有趣的一個 非常有觀點的一個作品 那所以回過頭來討論就是說 我覺得他發現了他自己的一個文化網絡的可能性 跟他可以站的一個位置 那從這一個東西 他來做他美術館機制的一個取向或主軸 包括他的收藏策略 他的研究取向 他怎麼樣去直接主群 怎麼樣發展他的社交網絡 所以回到剛剛我一直強調就是說 當代藝術或者美術館必須要開始創造關係 那這個是我可能在他們網上找到 他們每一面固定的都有 對東南亞的當代藝術重要的 或者是經過一些研究 然後非常有主導性的把它收藏起來 然後並且他們會把整個收藏做研究出版物 然後這是剛剛講的 他其實善用了非常多的資源 提供一個社群的舞台 那這個舞台可能 比如說發生在新加坡創民場 或發生在一些地方 然後他們甚至近年來我覺得 他們因為積極要發展以這個關係 他們之前在我去參觀的時候 他們甚至想要仿造北京的798 來作為他們區域間 就是能夠吸引國際的畫廊 或者東南亞地區的畫廊 進入到他們規劃的一個社區 叫做金門音坊藝術區 他們當時就正在規劃這個東西 那他們的目標就是想要朝著 就像北京798這樣 藝術園區這樣的一個發展 想要把所有的藝術影響力或資源 集中在說你必須要來新加坡 如果你要研究 或了解很多東南亞藝術 你必須來新加坡 那他們有政府在積極推動這樣的一個 積極的一個作為 甚至他們因為這樣 他們希望活絡新加坡的藝術市場 所以他們甚至政府也靠 就是有一些文化的 或經濟的策略 包括就是放寬 就是藝術品的稅 稅法的這個東西 然後希望能夠吸引更多人 來投資這樣的一個藝術市場 把這裡做為一個經濟 所以其實他們的文化政策 或者是美術館的意思 就是文化定位的操作 其實非常的鮮明 然後這是新加坡雙年展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一些情況 那這個也是上次 新加坡雙年展的一些展覽作品 其實很有趣 所以他把一個雜貨店搬到他那個美術館外面 有一個展示的地方 這個也是 然後很有趣的就是這個作品 他其實要講的不是你看到的人 以為他只是一個裝置作品 其他他要講的我覺得非常有趣 看他的街上就是說 他好像是一個印尼的藝術家 那為什麼要把他的這個房子搬來這 這不是他的藝術概念裡面代表的是什麼 不是說這個雕塑的這個概念 或這個空間裝置的概念 而是他這個藝術家的這個屋子 就是這樣的房子的屋子 他是在他家附近有一個被廢棄的農舍 就是被廢棄的農舍之類的 就是農業 就是他那個區域農業衰退 所以有很多人就不再種田了 或者是這樣的廢棄的農舍就產生了 然後他就利用那個地方 他當作為他的一個工作室 以及社群的集結地 來做了一些講座 或者是藝術的工作坊 然後甚至是跟社區之間的人 的一個集合聊天分享的地方 然後就慢慢的做了很有殘疾 那他等於是轉化了他原先的這個空間 跟很有趣的是他跨出的藝術概念 或者是我們看到的藝術作品 究竟我們只是視覺化的看到他的量體 他的空間性 其實沒有發現到他其實背後有一些社會文化的脈絡 那這個作品其實 他的背景其實有這樣的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故事 跟敘事的詛咒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意思 要跨到澳洲 澳洲的亞太商人展 也是我覺得在亞洲操作裡面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 也就是說澳洲要怎麼定位 他在國際間的關係 他既不是 他當然白人 就是白色的種 白人種族的確是他們的 可是他們要怎麼樣說他們是亞洲 或者是說他們難道是歐美嗎 他們也不是 所以他們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其實反而在他們找到了一個新的策略 在90年代後期他們覺得 他們其實跟太平洋文化 或者是原住民文化 整個他跟亞太地區 他重新再用文化藝術的策略來做連結 也就是亞澳的研究 甚至亞澳文化研究會成為一個 就是說討論他們這整個地區 澳洲文化發展跟整個區域間 來做為一個文化研究 那甚至在90年代 這一個昆斯蘭美術館 開始舉辦亞太三連展 也就是慢慢把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文化的範疇定義 並且做為展覽的研究的範疇 慢慢的累積下來 那就是說他找到了他的關係 然後在他的展示操作上面 其實他一定要回顧的就是說 他在這個區域間或他在澳洲本身 的原住民的資產 文化資產 藝術的創作 他還是在每年的亞太三連展 會把他納進來 並且做一些討論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他非常有趣的是 他是這幾個雙連展之中 他唯一是非常有目的 在他辦雙連展三連展之前 他就有計劃要必須用 他非常大的收藏的經費 也就是說他要做這些邀請藝術家 來這個三連展的研究之前 他必須要同時評估他的收藏價值 他的收藏價值也就是說 跟整個亞洲當代藝術發展之間的脈絡 他的收藏評估 來做他的展示價值 然後整個評估完了以後 當整個展覽辦出來的時候 當然他有非常多不同面向的座談 然後跟論壇的規劃 去強化他的這個學術性的一個研究跟分享 那當然他又結合了展示的策略 然後展覽完了以後 我們有很多雙連展展完以後 就是全部還給藝術家結束 但是我覺得他很有趣的是 他把他留下來了 藉由這次展示的機會 甚至有一年他還曾經把 整個三年展70%的作品 七成的作品全部都買下 那他們其實 很有趣的是 經由這樣的累積 不僅他就是等於一與雙吃 你看到一個非常很有研究性 非常這幾年來發展的一個 亞太藝術發展的一個面貌 同時間他也把它變成了展覽的研究價值 留下來變成他們的收藏價值 收藏價值 那我覺得這一點是 我覺得非常 我覺得非常有遠見 然後也非常好 那我們去年 我參加這個之後 其實我們台灣的藝術家 在袁寶寧他的作品也被收藏 那他剛好也是在這一次他有去展示 那去年剛好是他們 亞太三年展20周年 所以剛剛講到的 他其實也就是說 我們常常看到的展覽是 展覽很多時候是零食性的三個月 然後他就結束了 但是我覺得他的操作是 他在展覽中有計畫的累積 也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他在辦這個展覽之前 已經很明確的知道 這個展覽未來可以收藏的藝術價值 或研究價值在哪裡 並且把它留下來 過了20年後 他就是累積了非常大量的 亞洲當代藝術的研究的文獻 藝術收藏品 然後在20周年 他們就把它 用很多文獻的方式呈現出來 那上面大家看到的就是 每一屆他也是做了一個藝術家 就是有一些 對他的創作的一個訪談 或他的想法 然後他就是每一屆的都把它列出來 讓大家去參考 他們對於亞太藝術展的參與 他們的藝術的概念 那下面大家看到的有很多是文獻式的 也就是他們出版了非常多 藝術的一個研究 他把它用螢幕的方式 或者是播放的方式 或者是出版後的方式 整個影子排開來 他在展場的旁邊 做了一個很像library的地方 那library的地方又很有趣 你不會覺得他很無聊 就只是個library 因為他在這個library 除了這些文獻的檔案資源以外 他們還有把之前藝術家的一些作品 來做一些空間的裝置 然後還有一個層面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就是 他請了幾個藝術家來對於20年來的 亞洲當代藝術裡面的文獻或收藏 來做新計畫的衍生配合 也就是說 他可能請了幾個目標性的藝術家 然後直接告訴他說 這些是20年來你看到的 就是我們做亞太三民宅的文獻 以及我們的收藏品 然後你可以去自由挑選 你跟他有感覺 或者是你想要對他再次詮釋的一個關聯 或者做對話 然後你挑選了以後 把它變成一個你的一個計畫 跟這藏品的互動的一個計畫 然後把它呈現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們做的 構思的非常的精密 然後他們的方針也做得非常的好 這是我覺得非常有趣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在這個library裡面 也就是待了好久 就是比展覽還要久 因為發現好多好多的資料 好多好多 有點像挖不挖的一個寶藏 然後都呈現得非常的有趣 然後還有一點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說我們剛剛討論的非常多 都是關於展覽 然後關於美術館的空間 或他的一個文化的一個定位 那我覺得亞太三年展讓我非常 覺得比較少人做的就是說 他會非常強的教育活動 他在三年展推出了一個叫做兒童版的 亞太三年展 第一他在語音導覽裡面就有 如果是兒童你可以去做 你聽兒童版的語音導覽 是專門為小孩子去推廣的一個語言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找了藝術家 來去跟教育推廣的人來做合作 然後為他的教育活動做了一個新的裝置 現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一個印尼的藝術家 那他下面就是一個 他是一個調高的空間 他就找來跟教育活動也變成一個策劃 然後跟這個藝術家去討論說 怎麼樣來做這個教育推廣的活動 那個空間怎麼做怎麼佈置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art project 然後他就做了他的很有名的壁畫 然後把它做成這樣一個空間 然後他下面就是讓小朋友進去就可以畫那一個 就是這個藝術家他很有著名的一些 就是很像鬼怪鬼太郎之類的那個面具 然後他好幾種那個藝術家在畫裡的 不同的那個鬼太郎的那種樣子的面具 然後小朋友可以自己去塗色或什麼 然後走出這個空間以後 你可以自己戴自己的鬼太郎面具走出去 就是非常活潑 而且非常吸引小朋友的一個 甚至他走進去然後把他的經驗帶出美術館 然後香港西九龍的博物館 剛剛有介紹到他的移動式的 我覺得他很有趣的就是說 他不只走出了就是藝術就是移動式的這件事 他甚至把藝術擴大到他要收藏或他要關注的是 所謂的視覺文化 那當然我會介紹什麼就是藝術跟視覺文化有什麼不一樣嗎 他的範疇 視覺文化的範疇更大 那再更大的就是他希望融合到的是在地的生活 香港的生活或者是更大亞洲地區 那所以他有非常多多重性的論述的一個框架 來做他們的美術館 這個操作又是跟其他美術館非常不一樣的 那當然我剛剛有提到他突破了美術館的空間思維 這個是他們之前還沒開完的時候 香港去年瘟尼斯雙營展他們香港藝術家代表 就是李傑的作品 然後其實他們在就是M Plus這個博物館 也跟著藝術家到了威尼斯去到他們做藝術家的一些座塔推廣 甚至他們就直接出現在威尼斯為他們的M Plus來做形象推廣 根本就是美術館根本還沒蓋好 可是大家都已經知道這個美術館 那這個也是另外一種行銷的方式 剛剛我提到了就是他們甚至發動了 比如說有些活動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是最近的一個活動 他招就是做針見 他說一個關於香港霓虹招牌的網上互動展覽 也就是他請觀眾你自己去找你就是香港生活中 你常常看到的那個霓虹的商店招牌 然後你把它用攝影的方式記錄下來 然後上傳給我們 然後大家再用針見選見的方式選出最棒的作品 然後再做展覽 那很有趣的是他同時間也對於香港文化這個文化特色 還有就是說其實為什麼霓虹招牌其實可以看出整個歷史脈 因為因為他有很多 比如說他這個首獎的作品 金工SECLE 其實是跟那個日本 就是日本公司有關 所以其實他這一點其實就看出了說 雖然只是個霓虹招牌 第一他的確是香港非常 大家第一個會想到的視覺景觀 第二他的確包含富含了非常多香港的 知名文化的一些內容在裡面 那大家可能沒想到這個也可以做成一個展覽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可以研究的一個價值 然後我覺得這個活動也非常的有趣 那也代表著MPLUS的態度 就是這個美術館在做這個藝術的態度 跟就是他怎麼樣去操作所謂的展覽 所謂的文化的研究 藝術的研究 然後剛剛說的移動式的 從2012年就開始做 然後他很有趣就是遊擊式的 他會因為他還沒有自己的館 所以他把城市的空間都當成他 藝術法可以發生的地方都當上他的館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的是一個更靈活更開放性的一個架構 那他同時也為MPLUS這一個美術館做的宣傳 因為MPLUS就是強調他的流動性跟他前瞻性的一個定位 那他有做了非常多的一個講座 在討論視覺文化 然後甚至把它做成出版物 所以呢 當他還沒有做展覽空間還能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開始累積很多藝術的文獻討論 座談 然後跟所有的收藏的資料 那這個是之前也是MPLUS所啟動的宋東的一個展覽 那他就是講到了其實他的這個展覽很有趣 就是他把36年做了一個年曆 然後他自己會畫的一個年曆 但他請了365位互動的觀眾 然後每一個人負責一個年曆 去寫下那一年他記得或他回想他的記憶中發生的故事 然後最後這個展覽就是呈現 那所以他代表的就是說接下來我要講到 就是當代藝術的策展跟展覽的形式 更強調的是一個集合性的一個 集合就是集體文化或集體參與的這個 然後藝術家的作品 其實不只是藝術家 還有他跟他其他的關係 就是他跟他觀眾的關係 觀眾的參與度 然後所以當美術館也要開始著重的是體驗的這件事 那也不再是說就是掛在牆上 你只是欣賞 而是你可以有更多的參與 而且參與創造這個藝術作品 或成為藝術作品的一部分 那所以接下來我要談的就是 關於21世紀當代藝術的策展的一個實踐 我們過去對於美術館或博物館的想像 就是他的首要就是展示物件 並且收藏這些物件 那所以他的東西就是作品 它是一個物件 然後他需要被保護收藏 然後我們針對這個物件來做研究或發展 那現在21世紀我覺得可以看到的一個現象就是 大家更關注的是空間 那不管這個空間是外面的空間 還是美術館的空間 還是他的展覽的一個形式 更注重的是這個空間 也就是物件跟這個空間 或這個空間跟人之間的一個關係 所以物動性也非常的重要 那再來就是說 我覺得亞洲當代藝術的策展現在 其實這一個概念就是當它會變成形式 這一個是在1969年 史澤邁就是獨立策展的十組提出來的 他之前就有一個展覽 在60年代的時候 他就打破了所有藝術物件的框架的 不可觸碰的 沒辦法靜態的這一個限制 然後他覺得藝術創作的本質來自於藝術家 那思維是強迫於這個物件的 也就是說作品為什麼是這樣的作品 它值得思考的地方 永遠是在藝術家的思維裡發生 那這個思維是流動的 是動態的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雖然在1960年 人家就被提出 可是我覺得在21世紀 在亞洲整個當代藝術的展覽 在一個作品的形態 或是整個美術館所遭遇到的藝術環境 的確有越來越多互動型的 強調過程的 強調狀態 強調概念的一個作品 然後當然也有更多的是 我們面臨的是更多 游動性的藝術的社群 也就是說 大家不是只有坐在美術館 或坐在這裡 而是你在做展覽 或者是在做一些藝術的思考 或參與一些東西 你更多的時候是一個移動性的狀態 去找更多合作的關係 或去看更多社會性的一個世界 所以我覺得美術館不是只有欣賞而已 而是它必須有很多的 提供觀眾或者是 甚至是展覽展覽的人 或者藝術家也好 它必須要有刺激 而且它必須要被體驗 那這個我覺得是 現在新的美術館 我們可能強調的是 剛剛在下面刺激體驗 其實有幫我inspiration experience 就是剛剛我們講到的 個人性的一個體驗 或者是集合性的一個體驗的經驗 然後剛剛很強調 你互動跟參與性 engagement 跟collaboration 就是說 互相之間的合作的關係 所以美術館的功能角色 傳統我們怎麼討論它 可能就是從收藏 研究 展示 教育 可是我覺得延伸出來 其實有更細微的 可以更面對這個環境 是我們要開始去思考 從收藏 研究 展示 教育發展出來的是 我們必須要有所生產 那一般人包括藝術性型態 是共同生產 production 這個概念 也就是它不是從藝術家 從工作室直接搬來的作品 而是它在美術館的空間 會展示的場面 是直接做 fashion 直接做工作室 一起去把它produce出來 就是production 當然也有包括知識 論述的一個生產 護文就剛剛講到 其實強調幾種互動 多元化 跨領域的互相的詮釋 然後創造 回歸創造的這件事 創造其實是我們在思考藝術作品 就是藝術家是一個creator 或是creation的這件事 然後呢 過去的美術館可能是它已經被創造出來了 所以它擺在那裡讓我們欣賞 然後分享它的創造的理念等等 那可是現在可能有更多是 直接在美術館裡看到的是 創作這個是一個動詞 也就是動態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 那跟觀眾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互動也變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二十一世界 怎麼樣回應這些特質 其實在策展或創作實踐的一個趨向 其實它從物質性轉變到更關注的是人 還有就是更社會性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 我們看到的一個案例就是美術館 剛剛說到的是美術館要展出什麼 創造或者是互動式的餐飲 這是一個Romeone的一個作品 很有趣在很多美術館都展過 它其實就進去你 就是看到的就是這樣一面牆 但是這個牆其實是什麼 不是藝術家畫的 就是從這個開始開展以後 每一個進去的人的身高 都被那個藝郎的人會標示 你就在牆上標示一個身高 然後你標示了以後 它會寫下你的名字 跟你今天參觀美術館的日期 好那它就是所有展出結束了以後 這個作品也才完成 對所以這是一個越來越多 你會看到的美術館的形態 也就是那藝術家到底做了什麼 大家可能會質疑 那白牆 牆也不是要提供的啊 那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 越來越多新的一個想法 但是大家一定 因為我自己去法國的時候 剛好有這個藝術家在展覽 然後我也去讓他畫一下 然後自己就非常滿足的走出了那個美術館 雖然我什麼 我只有看到就是很多痕跡 可是我覺得我自己也被標示在藝術作品裡 然後自己就非常滿足的這樣離開 然後還有一個也很有趣 上次在首爾看到的一個展覽 就是說你絕對不可能從美術館 拿到一個東西拿回去 你可以去商店買一個紀念品奏 這個作品很有趣 它在首爾世界美術館的媒體藝術雜演展中展出 他是一個巴塞隆納的藝術家 他的作品叫做Be your own souvenir 就是做你自己的紀念品 那他的作品怎麼展示呢 就是他利用了3D列印 然後跟高科技的那個雷射掃描 就是說 那個觀眾可以進去先掃描一下你的身高跟你的體態 然後他就會反映在他的電腦裡面 就是你的樣子輪廓 然後把他置入到那個3D列印金 馬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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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做出來 你 把你做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把他帶走 你是你自己的紀念品 然後這個大牌藏 所有並沒有得到我自己的紀念品 對 然後這個也是一個非常新鮮的參觀的經驗 那可以更說明說 現在我們的美術館 或我們看到的藝術 既然已經變成到這樣子了 然後這個是在上次 2011年的亞洲藝術雙演展 那這是請徐坦來做的關鍵詞工作坊 然後所以我們有很多的藝術的操作 就是他不是作品 他是跟大家一起的作談的一個討論 對於一個想法 一個大大的一個分享 他分享的有爭辯 有討論 有妥協 但沒有決議 但是那個討論 分享的過程非常的重要 那他是每個 就是有特定的時間會在這個場子裡發生 然後有藝術家跟大家參與者 一起來討論的關鍵詞的工作坊 然後當然也有比較就是 大家已經越來越多看到的就是說 看不到界線 就是美術館不可跨越的那條線也不見了 那就是完完全全被藝術所包圍 那他可能就是一個空間式的一個 氛圍的一個享受 然後這個是上一次 現在這個藝術家深美景也在 你剛才往外面 就是那個雕像 他也是上這一次去年 亞洲藝術雙演展邀奇 那他也是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說 我剛剛整個概念就是討論到說 藝術作品不可以碰 然後藝術作品他有一個價值就是 他力久明星 那這個藝術家很有趣 他做的就是比如說希臘雕像 或是那種好像你在故宮會看到的瓷器等等 但是他都用肥皂做 那肥皂就是真的是非常當代文化的特質 就是他很容易消耗就不見了 他是一個非常容易消耗的東西 當他用這樣的一個材質做的時候 他要挑戰的是藝術歷久明星 永遠都是那個樣子 那個固態的價值是不是不可被動搖 還有大家是不是真的不可以碰他 這個作品呢 大家看到右手邊是他總共有好幾個 在剛開始開展的時候也是徵求志願者或者是參與者 把他帶回 把作品帶回去 然後放在他們自己的浴室裡 然後每天跟他互動 然後很有趣的是 回來的時候有好多不同的樣子 我沒辦法把所有的樣子 但是我們的那個少年台Facebook有請大家把他上傳 然後我們有幫他做了一個希臘美少年的臉書 然後大家的臉都 有人就是依舊是一個美少年 然後有人就是變骷顱頭 然後有人變禿頭老子之類的 然後就很有趣的發現 有很多觀眾他在雕塑他 比如說他刻意挖他的眼睛 然後一直用他 然後把他用他好凹這樣子 或有人就說我要讓他 就是捲捲的頭髮變光頭 然後每天都一直抹他 所以就很有趣的就是說 當然他是一個雕塑品 然後意思就是參觀者 待回去不只是他參與 而就是說肥皂本來就會消失 而當他 我們發現有些人是特意的在雕塑 這個作品 要回到美術館展覽的那個樣子 像有人就說我要把他很挺的鼻子摸平 或我要讓他嘴巴消失之類的 然後他 後來他回來的樣子就白白走這樣 也是一個非常得到迴響的一個作品 所以其實我們在面對的策劃 或我們在面對的章筆 然後美術館要怎麼展示他 我們要怎麼面對他 當在策展展現的一個特質就是說 他永遠就是有一種懷疑吧 或者是對於固態 對於已經成立的事情 他永遠覺得值得被挑戰 他的批判性 當然還有更多的是他回到了一個 大家都可以是一個概念的啟發者 這個東西 還有就是他有實踐性 當然回到了所謂的過程狀態 所以我們對待這個藝術形式 要怎麼重新思考 他從精態轉為動態 並且他要強調的是實踐、體驗 還有甚至是媒介這件事 也就是說 人、藝術家或這個事件 這個你面對的藝術作品 他可能只是一個處理、一個媒介 引發你的 所以我剛剛才講 剛剛講到的刺激 其實回應這一點 這一點功能 就是藝術它最終 一個非常核心的價值 它不是只是讓你欣賞 我覺得它必須要有更多的刺激 可以刺激你去想像 或可以刺激你去思考 然後當然剛剛更強調的就是 關係、互動、分享跟合作 所以我覺得美術館未來 或我們要努力的是 讓美術館作為一個創造跟分享的空間 然後藝術跟藝術作品 可以有更多的想像性跟可能性 去成為可以觸動你的刺激 那我們剛剛回到 再結合兩者再來看 21世紀美術館的時候 面對的挑戰 這我們看到的 越來越多的美術館 或我們要面對的展覽 規劃 那首先美術館 它當然就是回到剛才的終結 就是它必須對它所在位置 也是對於它的空間關係 文化關係必須更為關注 那它的空間條件跟展示策略 也會跟這些從結合在一起 那我覺得對於亞洲來說 或者是對於我們正在做亞洲當代藝術 或者美術館這件事 我覺得我們更必須要注意到的是 要回應在地文化的特質 並且去思考這件事 從中我們要如何藉由很多的互動 很多的創作 很多的去創造在地的文化價值 然後展覽的規劃當然 包括教育或研究的收藏等等的規劃 都將成為重新去形塑美術館的一個內涵 並且可以找到它的一個定位 那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突破的是更多專業人才的一個培養 然後還有就是加強的社群網絡 加強我們跨運合作的能力 並且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大家可能很少會去關注到 大家永遠覺得視覺奇觀先為主導 就是你看到展覽的 可是事實上我覺得潛在的影響力 在美術館的價值更深遠的是教育的功能 或學習的功能 還有就是我覺得我們台灣的美術館也好 我覺得我們好像沒有真正的 好好的去看文獻檔案的累積的這件事 但我們也一直在收藏 可是我發現說文獻檔案累積就是 你現在不錯 你二十年後你沒有文獻檔案 那我覺得那些都是非常寶貴的文化的資產 那這個其實就有很多就會回應到剛剛的一個部分 然後我覺得其實人很重要 就是我們常常從剛開始我的介紹也許就說 哇他蓋了多大的美術館 那多新鮮的一個空間 然後大家看到的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當我們回頭混去那兩百個 在兩年間開始成立的中國的各種美術館 他們裡面都是空的 不過他們這麼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只是把它蓋起來了 回應到搖瑞中就是台灣的藝術家 就是我們也蓋很多文字館 但是那並不代表一個競爭力 因為第一你永遠蓋不過別人 你也不夠大 因為你的地質很少 所以我覺得競爭力或者是說 潛在美術館或藝術的一個競爭力在於人 所以我覺得人才的培養或人才的刺激 或者觀眾怎麼樣成為美術館 與重要的人的促美思考者 然後在社會的空間上發揮什麼樣的功能 我覺得人的非常重要 還有一個我想要強調的就是說 當然我們現在有很多數位性的社交媒體 包括臉書或是其他的一個媒介 當然很多的其他的議題 可能也常常在討論美術館的數位的話 我覺得它的確是一個在行銷策略 或者是說我們在很多個規劃上 是可以好好應用的 的確是數位性的社交媒體 這一塊可能還不是完全的很成熟 還有一個我覺得我自己一直覺得應該要好好的來做 但是真的很需要很多的資源跟力量的就是 我們台灣的藝術知識或文化知識的國際傳達 的確都還不夠 但並不是說傳統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把藝術家送出去 有他的藝術筆等等 我發現很多藝術的論述 然後或者是這個藝術家的 英文性的資料 在網路的媒介上 或在出版物的媒介上 或在整個社群 就藝術專業人的社群上 他得到的英文的資料 關於我們藝術家深度的介紹或討論 的研究資料其實比較少 那我覺得 當然士農最近也開始在發現到這個情形 所以他第一波在做的 在Wiki上做的就是 就是把這些 第一波就是當代的行為 或者錄像藝術家 把他的資料英文化 包括他的創作的一個會整年表 然後他相關的可能網站或論述等等 他英文化 所以藉由這個社交媒體的介面 就是其他國家或者是其他的 很容易因為這個介面 而認識更深的一個 我覺得這個鋪天蓋地的社交網絡 跟知識藝術訊息的傳達 我並沒有還沒有做到 我覺得這是可以繼續發展的 我覺得時間好像有點少 但是我挑了幾個再回 可能挑幾個來講我剛剛所做的 美術館的一些觀察跟分析 然後來做一個總結 這個是有很多的案例是 我在這幾年在做亞洲藝術雙年展 接觸到亞洲的藝術家 我跟他們合作的一些經驗 我覺得當然回到了剛剛美術館的趨勢的觀察 跟整個藝術形態 我覺得很多的時候 我們面臨到的是on-site production 也就是說在地製作 跟off-site off-site的意思是其實有移動性的意思 或者是說他更深度的可能也有討論到說 有很多亞洲的藝術家是離開他的國家 或離開他的地方去外面跟其他不同的社群 去執行他的藝術計畫 所以on-site and off-site 是指的是當然也包括說 整個我要講的就是整個在地性跟國際性 然後互相之間合作的協作的關係是怎麼樣 那這一個是菲律賓的藝術家 佑圖是他們在亞派沙年展有一年做的 那很有趣的是他們其實就是屬於他們來自菲律賓 可是他們定居是在澳洲 那所以他們的作品有很多是跟移民 還有沒有歸屬的家或者是家的定義有很大的關係 他們的所有的創作都是跟就是你不要的回收物 然後集合起來然後變成一個屋子 或者是變成他們的藝術創作 所以他們創作只會在那個空間跟當地人發生關係 然後收集那些不要的物件 那他們對於不要的物件或者是被包裝起來的物件很有感想 因為他們之前常常在搬家 所以很多東西就是開始面臨的就是你要不要這個東西 可是這東西好像從小就是一個故偶 好像有一些記憶 可是可能他不需要 所以他常常在面臨要離開的時候 常常有一個選擇 就是你要不要留這個東西 或你不留這個東西 那他很有趣的是當很多不留的東西 其實當他們被展現出來有好多故事 因為他們都不是新的東西 他們本身產生的是一種 好像他曾經屬於某人的一個回憶 所以上次我們請他到雙眼展展的時候 他就是跟台中那個資源回收 搬家的那種資源回收公司合作 然後他們收集起來有好多 發現台灣有好多被丟棄 搬家被丟棄的東西是什麼 布偶 有超多布偶的 我們收集起來發現 哇有各種形式的布偶 可是那個布偶真的讓你很有感覺 因為他曾經是你知道一個小朋友很貼身的 的一個記憶 或是一個替代的 就是可能可以感情的啊 就跟 就是他可能是他好朋友 然後最後他長大了或是要搬家了 他可能就被丟棄了這樣 所以他們很多的作品都跟這個有關係 那再來就是我要講的 這個是也是2011年跟林泉居做的一個計畫 叫做池地基金會 那也是也是一個就是回應到剛才 就是策展的挑戰真的很多 今天我要在美術館的那個草原裡蓋一畝田真的很難 而且原先的計畫是這樣的 他畫了一個圖 他還有一畝田跟一個茶屋 大家可以去喝茶什麼的 結果為什麼後來並沒有那個茶屋 就是只要那兩個事情只要面對到 就是說那個都市那個建構的法規 就是都發局 他不發給你的這個東西 因為他可能有很多的限制 而你的設計或你的構造都不符合那些 他就不發給你那個證照 當然在美術館的公共空間 你必須要為公共的安全 或者是這個合法規的這件事負責 所以就最後沒有完成 但是還是很有趣的就是 我們真的還做了一畝田 而且平常的草地其實也沒辦法做一畝田的 因為他還要有那個水流的一個設置 水田的灌溉的一個設計 所以你還要去設計他水流的一個方向 或者是高低等等 所以其實雖然只有一畝田 他都做得很累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在美術館跟藝術家一起創作 而且這個作品從剛開始是這樣 然後當然很有趣的是右上角的那個圖 你是看到台中很有名的就是房地產 高樓大廈的發展跟很不搭搭的一畝田 然後很有趣的是我們從插秧開始就辦了很多的活動 很多附近的家長帶了小孩來參加這個活動 我覺得非常有趣 是因為他說他們的小孩從來沒有採過田 也不知道什麼叫 他們吃的米是這樣種田來的 他讓他們把那個捲起那個 然後去採那個泥 採那個水田那個泥 然後讓他們去跟著藝術家去做插秧 然後當然我們有做了一些分享會啊 然後到了後面的時候其實就是 他因為他就是隨著三個月的時間 他就會慢慢的長高修成 然後但是也很累就是 有很多的那個鳥會來吃那個稻碎 那雖然我們做一個假的稻草人 甚至我們的員工也常常去幹 那就沒有用 因為他們都會一直吃那個稻碎 好反正到最後大大快結束的時候 還有一個工作坊就是讓大家來十歲 那十歲不只是十歲 其實全居就是在這個工作坊其實也教了大家很多 就是說一個你已經採收的田 你還可以做什麼 然後他其實還有很多的資源的一個應用 當然他就把它立起來啊 做一個可以燒火或燒柴的一個東西 然後甚至是找了一個老師來教大家編炒 炒製品這樣 那就是那個稻碎的那個炒製品 所以就是在這一個展覽中 其實很有趣的是 我要講的是 contemporary art community 可能之前大家有看過就是contemporary 也就是說大家一起集合起來 可是一個臨時性的一個社群 那我覺得這個代表的其實就是 這個當代的這個概念 也就是大家經由活動的餐飲中 集結成為一個社群 那那個空間大家彼此去分享 分享一件事 這個計畫中其實有很多的家長跟小孩 跟藝術家們在這一整個活動裡分享的是 他們從來不知道的農業的知識 然後從來不知道的就是說 現在農業發展的危機 那這一個藝術家都在這樣 這個作品跟大家的一個社群的分享中 傳達出來 那我覺得是 我自己也很感動的一個計畫 那到美術館的空間就是 這是我們之前二三月的時候 國王文治的一個空間 就是把它飄高了以後 大家走上去 就在美術館裡懸空走到那個屋子裡面 那所以其實美術館越來越挑戰的是 你要十八單五一 因為像這樣吊起來 你要再考慮那個結構啊量啊 可是你要可是的確展出的時候 超多小朋友可能跑上去玩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提供 美術館要提供的是一個 不只是娛樂性的空間 當然它很多時候 希望能夠有一個身體的經驗 身體的體驗 那家長帶小朋友來 其實很多時候是希望 不只是一個知識 告訴你們說 這個藝術作品在說什麼故事 然後等 當然這也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時候它也是需要一個身心的體驗 藉由體驗去學到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包括剛剛所介紹的林選區的活動 就是類似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當然就是有很多是 就是延前千村作品 純粹就是在作品裡面展現一種很直觀性空間 藝術氛圍的一種包圍 或者是說我們去年也嘗試的做 在雙演展做的是戲劇 也就是表演 就是只有 在一個特定時間裡 只有一個人可以進去 那個跟演員 一個人欣賞的一個戲劇 然後到那邊演員會跟你有很多互動 可是其他觀眾是看不到裡面發生什麼事情的 所以其實這幾年在做策展 其實也藉由這樣的策展 一直不斷的思考說 美術館還有什麼可能玩的策略 或可以再提供觀眾什麼新鮮的體驗 或者是什麼樣的思考 新的思考方式 所以的確在空間上做了很多不同層次的一個 不同層次的一個思考 然後當然也藉由不同創作型態的藝術作品 希望能夠有不同的 給觀眾有不同的介面 不同的方式 那比如說空間裡面 比如說這個就是剛剛說的 一次只能有一個人進去的一個房間 然後那個房間正在發生一個 只有那個參與者看得到的戲劇的活動 其他人在門外看到的那個空間 就是這個門跟你想像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為什麼要造這個門 因為我非常喜歡這個門 就是他有一種召喚 他剛好也是這一個藝術導演 因為我們跟這個藝術導演 跟這個劇團合作合床 跟他打廣告 對然後他們這個導演還畫的 然後我覺得他畫的這個門 簡直就像在美術館看到的一幅畫 那很多畫我們是不是也只看到平面 不我們其實有時候很覺得很受到刺激的 是我們去想像的那個畫裡面的一個空間 那跟這個戲劇的表演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他有這樣的一個空間層次 然後跟整個我們傳統型態的術館 你去欣賞這個畫 你得到的空間的想像 其實我覺得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展現出來 所以在這個空間裡 當他發生了 就是已經結束的時候 他的門就是打開了 所以他就是邀請你進到那個空間去看 去看 但是沒有演員 因為他只要有演員跟那個互動者 那他的門就是關起來的 那當然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回應到說 我們必須更關注的是社會性 我們發生的一個空間 這是高俊宏的作品 那高俊宏的作品 也是在上次的雙年展裡面 合作的一個台灣藝術家 那他的也很有趣 剛剛我講的on side跟off side 就是對於空間的 美術館怎麼去想像那個空間 或怎麼去營造那個空間 空間 藝術作品的發生在哪裡 這個完全就是 第一上面是在美術館裡面 他的藝術的空間 就是他的展示的空間裡面做的演講 然後那個演講講的就是他裡面 整個計畫裡面就是那個海山煤礦 他請了他的受難者的那個家屬 來分享他父親在海山煤礦 零難的當時社會背景的那一個故事 跟他的記憶 然後呢 其實當然我們展示了這樣的一個作品 然後當然裡面有很多的 其實他作品的核心的執行方式就是 藝術家跟他的朋友們 到了考察了非常多台灣的廢墟 然後這些廢墟其實有很多的 是在90年代發展的就是經濟轉型 或者是受到WPO新自由主義的影響 就像產業泡墨化或不見的 留下來的廠房 或者是軍事藥地藥塞等等 那他就把他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藝術家其實雖然你在美術館 看到的是這樣的展示方式的作品 其實你可以看到他是在外面的 對於整個藝術家跟這個社會空間 是更投入積極的在做他的創作 在思考我們所生活的空間 那在整個展覽中我們也組織了一些活動 是就是美術館之外的 可是跟這個計畫有關 我們做了幾支的就是那個 靠 就台中火車站附近有非常多的廢墟 然後其中有一個叫做玉川大廈 他是在很久以前就是一個很時髦的百貨 然後他裡面有好多就是那種就是卡拉OK啊 借片子的地方啊 還有舞廳、KTV店等等 那他後來長大火燒了以後 他整個就是變成廢墟 好像過了十幾年 現在還在那個地方 但是台中市火車站附近的確在整個都市發展之下 遺留下來很多廢墟 那根據這個計畫 我們其實就是有號召一些想要參與廢墟探險的人 的參與者跟觀眾 然後一起在某一天的週末去做了一個 第一就是那個空間裡面下面其實有一個 幫人家修改 幫人家修改那個 就是我們後來就是組織了一些人去做探險 然後裡面不只是說去探勘那一個廢墟的空間 其實我們有做了一些想要做了一些小紀錄片 包括說巧立服飾修改啊 是在這個大樓的一樓 其他後面其實都沒有店面的 他是唯一都還在那裡的 然後他就是幫人家修改衣服的 他都還唯一在那裡 然後他其實在那裡已經很久了 所以我們有做了一個訪談 就藝術家跟我們的參與者去跟他聊 然後有做了一個小影片 然後呢甚至後來我們有到 這個我們整個團體到了廢墟裡面 一層一層進去 然後還有就是發展了一個小的微電影等等 然後剛好裡面的一個成人 他剛好一直對廢墟的很有興趣 他也一直在參與的是台中中 台中就是西區的關於就是整個都市化以後廢墟 跟現在文化的面貌 因為那邊有一個小東南亞市場 所以其實台中市的火車在附近 其實雖然是沒落了 可是其實他有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的歷史的記憶跟故事可以探勘 所以藉由這個計畫 其實我們的觀眾的參與者跟藝術家也一起去 去了台中那個地方做了一個探勘 所以我要來講我的捷運 有點久了 那其實我覺得整個創亞洲藝術的創作 或者我們現在面臨到的那個美術館的挑戰 其實有更多的是社會的參與 我們關注的這件事 當然也有很多包括城市的發展 多繪畫的一個空間跟人之間的一個關係 參與式的個人的經驗、體驗的這件事 我們必須要越來越關注 因為只有在個人的一個體驗裡 我們可以看到未來就是新的創作 或者是一個可能 那有一個之前 之前有一個美術館的從業者說了一個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說他覺得當然美術館一直以來都覺得 是一個精英精靈的一個模式 那但是他說未來的趨向應該是在大眾 那我覺得這一次不管是太陽光或很多事件 其實我們看到的是 在面臨新的時代的一個變遷 我們要學習的對象 絕對不是無法面臨挑戰的一個精英 包括美術館或者是藝術形式 而是能夠打開所有限制 去直視這個現實 並提出討論 看到這個現實值得被改進 或者可以改善的那一個對未來的期望 那可能都是大眾 那所以呢 在美國 美國2012年做了一個叫做 The Future Train 就是美術館未來的七大趨勢的一個觀察報告裡面的分析 他其實就有講到就是大眾 就是要更關心的是大眾的影響 以及大眾化的這件事情 然後跟大眾的一個資源跟思維 然後參與性 然後整個文化文本的一個共共 然後甚至也包括說 其實也許未來美術館的贊助系統 它是經由大眾社交的小的贊助系統 匯集成一個大的一個資源 也不一定 那當然它其中的也包括 七大趨勢也包括了剛剛提到的移動性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個人化的一個經驗 還有包括了還有是 值得要被關注的就是 就是現實以及被破章的一個現實 就是數位媒介的一個應用 還有就是說 也許在亞洲越來越有這個趨向 今天是沒有討論到 也就是分眾 就是美術館群眾的分眾 因為必須要意識到的是 老年化時代的來臨 老年化時代的來臨 其實美術館有沒有真正考慮到老年的觀眾 或者是他們的一些參與 特別設計的一些參與 因為他們在未來也許是一個 可以被經營或者應該要被經營的一個對象 那在日本其實這一方面就非常的成熟 他們有非常多的不同性態的美術館 而且他們的那個老人都會有一個社區 去在週末的時候去旅遊 那旅遊可能也有包括這一些 他覺得他們每一次都要去的美術館 那所以美術館有不同的功能性質 當然今天介紹的都是 比較以我的經驗或我看到的來說 他其實要講的其實例子可以有非常多 不是只有這樣的一個 我只是大致分析了這樣的一個趨勢 那我覺得最後我要講的是 美術館很過去的往回頭看 就是在做歷史回顧 但是我覺得美術館未來挑戰 或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是往前 往未來看 所以要做的事情是從現在開始 包括如果我們還沒有做文獻 如果我們還沒有關注 足夠的時間關注我們現在有生活的空間 跟藝術思維觀點之間的分享 我們如果還沒有做 我們應該要現在做 因為在未來它就是我們的文化的價值 跟我們可以維護的一個東西 所以我最後的結語是 也是我自己對自己的讚美術館專業工作的一個期望 那其實本來有更多很細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可是因為我太多 我現在已經快九點了 所以就介紹到一次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現在 我注意到 我們是很想 一顆水都很好 好 好 大如其 一直講到現在的意義 那 剛剛他說 他很可惜說 他沒有講 要講理論 從暗力才開始 這裏面也可以感覺到 他提到的觀念很多點 今天是用講的搭配how point 用的point不是很好的 我想可以希望對剛剛講過的一些點 再做一些發問或評論 所以就是我們開放給大家開始問 不過我先提供一個笑話 他剛剛提到的作品要在現場製作 韓國藝術家的美景作品 在我們廣場的一些你們常來說 就是我們叫歷史改造 改成會造的造 這幾天因為天氣的關係 所以這密碼的變化很大 你可以想像在美術館作品 只要發生問題 最主張的就是館長的調部警察 這幾天我會很興奮 都不能關門說 那你馬的繩子斷 腳斷好 地上也回照快趕快去拍照 趕快就臉 甚至同志醫師家說 你的馬可能會被臉打到 這是他期待的 醫師家期待的 這也是我們期待的 因為我們這個作品 除了做歷史的檢測 也在做年期檢測 也在消解這個所謂過去的monument 紀念碑的概念 這個如果你們有看到這個 裡面有算 他本來就是一個英國的一個紀念碑 一個英雄才會有雕像 起碼的腳 可是後來 他被歷史的其家 拆穿上那麼多次的腳 他是一個陀屋 他當時不是平斷 平平平平 好像是屠殺請照 所以就把他雕像拿掉 那這個醫師家就把他用回照 手心做一次 讓時間 讓天氣 讓民眾再重新教學看一次 所以這幾天台灣的這個天氣 就在好好的在幫他創作這個作品 有時候下午大也有時候 有時候出太好 所以這幾天作品 我覺得特別厲害 這作品的那個進度 這個概念可以來得更清楚 那這個就是他講的 Honsai 這個醫師家 在這裡創造一個現場 可是呢 那我們想到 台灣另外一個現場是英國 那這個作品現在有三件 一個在英國 一個在套賴版 一個在韓國 這個國家美術館 在這三件事做對照 這個電影是創造的另外一種 剛剛講的 劇 什麼劇 觀念的劇 剛剛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放在一個劇場 這個概念 讓觀念聚在一起 作品聚在一起 不是很多群眾 大家在這裡面 不是只是觀眾 大家可能在這裡 重新去思考的東西 或是去討論的東西 觀眾的餐會越來越多 這個是美術館 或是策展的一個作品 過去可能美術家 會帶頭去做這些東西 那現在其實美術館 跟美術家 可以合作去做這樣一個 一些也是 就像我們在當代館 那個比較常看 今天你的作品 其實不是現場做 美術家 我們要求就是 最好的人來啦 在這裡做 因為我們也沒有錢 講科技 我們也沒有錢 就花花在你的音位上面 但是如果你明天來 很多次就可以 就很容易搞定這樣